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使命 因為這份使命感 令梁德楊教授在公立醫院從事30年 他說香港每年有超過5萬個嬰兒出生 當中有2%至3%會有先天性缺陷 要做公内手術才有機會順利出生 很多患者最後都會來到威爾斯醫院求醫 部分先天性缺陷可能是輕微之中度 出生後才慢慢處理是可以的 有部分是嚴重或者根本生存不到 如果不在子宮裏幫助他 有機會公內死亡或早產 由他領導的苦產科胎兒醫學組 在過去10年做過600多宗公內手術 拯救了無數個嬰兒 至今令他最難忘的一次手術 也正正是他的第一次 有一個湖南來的孕婦 慕名尼求醫 他的孕胎有一個雙胎輸血症 挺嚴重的 兩個都有公內死亡的機會 又或者會令到他們早產 然後就有早產很多病發症 天性就不在 唯有自己膽粗粗親自做 都很幸運地 那個案件就很成功完成了 次次之後就發覺 其實自己都需要去預備 去學做的 梁教授說 母胎醫學 面對很多不同種類的病 有時候都未必保得住BB 但團隊會一直跟父母同行 其實我們都會不開心的 但是在過程當中 讓父母感受到 我們是 跟他們一起去面對 一起去做個決定 他們會覺得 雖然後果都未如理想 但他們都會知道 我們要盡力去幫他們做 將來怎樣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呢 梁教授就希望可以培訓更多接班人 母胎醫學這個亞專科的培訓 跟其他培訓一樣 都要經過三年 但是過了三年之後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end of beginning 你要做得精 其實是要再長些時間的 起碼都七至十年 做公立裡面的 母胎醫學專家是辛苦的 挑戰性大 面對的交易都多 但正正是這樣 這樣我就會覺得才有挑戰性 還有這個都是我的服務對象